我呢 原来在青岛取义团 1984年的时候 冯拱到青岛去 参加首届全国的相声比赛 带着冯拱啊 吃点海鲜啊 嘿嘿 洗开澡啊 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冯拱当时呢 要创作一个 现在讲 叫短视频 那个时候呢 叫幽默剧 叫开心RO 在1987年的时候 我们创作了20多个 开心RO的小片段 割到咱们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之后 19点35分播出 太黄金了 我的作者 冯拱的主演 当时还有李文华老师 刘振华 还有戴志诚啊 郑健啊 好多的朋友 共同 从那个时候开始 冯拱说 哎呀 王乐 我喜欢你的创作 你来北京吧 他就一直把我戒掉 在中国广播艺术团 参加中央电视台 88年 89年 90年 三年春节连环晚会 我呢 一直给冯拱创作作品 所以说天津跟我有不解之缘 施胜杰老师的祖籍是天津人 天津人 没错 冯拱 天津人 天津人 对 所以说我跟天津呢 真是有不解之缺 后来我当了主持人 主持咱们天津卫视的 天津卫视娱乐城 这人生阅历 我的天哪 每一项列出来都是高光时刻 没错 英俊哥发现了吗 赵老师往这一站 咱俩这主持人啊 边歇会儿吧 不会 不会 长江后浪 推前浪 我们这前浪将来在沙滩上 离沙滩还远着 主要我们这后浪还没出发 这个赵老师确实是 主持界的前辈 所以上来滔滔不绝 我觉得这不光是 高光时刻的问题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 都有点考的 说起来当主持人呢 我是从2000年开始 在中央电视台当主持人 您都主持过哪些节目 综艺频道当中 主持过精彩诗分 与您相约 国际频道主持过 欢聚一堂 同乐五周 后来在戏剧频道 主持就多了 像西米俱乐部啊 黎元擂台啊 青春戏院啊 到现在为止 每个周五的晚上 由我主持的黎元闯关 我挂帅 好 中五可以看 又中三不能看 中三跟我们全会 是一个时间 中三 中卫的国 你们这个全会